小抱會長 因為我比較少抱 就是還沒有滿月的小朋友 所以剛剛抱的時候有一點 生疏 就是因為非常的軟 他因為他還沒有骨頭 都還沒有長好 所以他非常非常的軟 所以就是應該是我第一次 抱這麼小的小朋友 就是感覺非常的特殊 然後覺得很有趣 然後也覺得很溫馨 有讓你想風嗎 我想今天我們還是主要就是 在討論這小腳丫的一個問題 就是 我覺得感觸很深 主要是因為 我是從小腳丫變成大腳丫 所以今天感觸還是在這邊去做